11月8日 太師傅說 不如今晚用這個血液的事情 開始這個話題 沒錯 為什麼這日子會觸動你呢? 話說進入11月23日的節氣之後 我手頭上以往很多有靈界、撞鬼 那些真的撞鬼的客人 很多人都回頭告訴我 好像現在有上班的感覺 不若而同跟他去檢查、解決 後來看一看 原來在11月8日出現了一個天象 那就是月食 最初我也沒有在意月食 究竟會有什麼大問題 原來這個月食不是普通認知月食 因為跟地球的角度和太陽角度形成一條直線 應該是日傳食 應該是日傳食 兼是血月 因為日傳食這些天象經常都有 但是很多時候都是發生在日頭 很少我們晚上會看到 三次機率就有一次我們看到 而加上血月 因為自古在中國的玄學術書 其實有個俗語叫做血月見 邪妖言 就意味著一些邪靈陰靈陰氣的東西會浮現 所以在10月23日之後 除了每個人都是股市嵌 每個人都很不開心 其實很多人都會感覺到 整個人很不聚財 包括很多現場觀眾 特別在運勢上 心情上 如果你是靈性比較高 你可能也會跟靈界 即是陰靈的東西 又或者甚至乎 因為月亮代表陰 月亮代表陰的時候 我們俗稱為陰人 其實陰人除了陰靈 鬼靈之外 陰人亦可以說小癮 所以浮現很多人 小癮又反過來搞你 又影響你 又浮現小癮出來 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很多人都在閒談之間找我談 或者做占卜的時候 他們會找我去說這件事 我也會解釋給他們 因為接下來有一個很大的天象 就是這個血月 而因為這個血月所產生的能量 我們稱為星馳 在科學角度那些叫星馳 能量下跌地球 而會影射在地球以東這個地方 會比較明顯 特別以東嗎 由印度去到長腳蟹 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去到那個區域 廣泛程度就是去到那個位置 在那個地方 角度形成 那香港呢 香港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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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火急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大家 在那個區域特別受這些陰詞影響 對 那個聲馳影響 其實一般血月月食 就不是厲害到那麼厲害 其實去年我們也有血月 去年夏天也有血月 去年夏天 其實那個血月 就不是吃正到我們東方 或者香港的地方 但它也有很多不同程度的影響 譬如有很多怪災 日本的土石流 死了很多人 金屬省 有些越野菜的專業運動員 突然激烈天氣 很多天象 香港如果是去年血月關係 就純粹夏天就沒事 純粹是新加坡和香港的旅遊氣泡 突然斷了 所以香港沒有太大問題 但反而在接下來這個 就不是普通血月那麼簡單 因為其實我們先有認知 血月本身就是一個極差極空性的天象 血月月代表陰 代表小人 代表鬼靈 代表陰暗的東西 代表最深層次的東西 而血紅色的血月 血液也可以代表著火 一些能源 核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血的東西 心臟的東西 血液眼睛的東西等等 加上血月亦比一般月食是至陰之象 極陰之象 而這個血月天象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加上月染天王星 這是今次才出現的? 沒錯 那什麼叫血月染天王星呢 其實就是代表著 我們開始月食的時候 這張星圖 這張星圖就是月亮一出 其實它在大概五時半的時候 那天就開始月食 吃完之後 就開始月亮跟天王星 就叫做合相 我們在占星的角度上 就會吃正 叫做月亮會遮蓋天王 所以這個星池的能量 打起來 就不只是血月 而是加上天王星 那會怎樣? 而這個象 其實它大概千多年就一次 對上循環就是公元一千多年 再對上一次循環就是公元前一千多年 這個就是一個星圖 其實你會看到 在左邊的位置 中間的位置 你會看到一個好像丫叉綠色的東西 其實那個就是天王星 在金牛座位置 在西洋占星上 這次的象就發生在金牛座 其實西洋占星的公位 有不同於我們現實 我們在用的舊派的西洋占星 真正發生在星座公位 其實就是在白陽座 總之我們知道 西洋占星是退了一格 其實天王星加月亮這個合相 形成一個角度 你看到一條藍色線直衝下去 直衝下去 他指著那個就是太陽、金星和水星 在天蠍座 先說 天蠍座是一個講死亡、疾厄的功 亦是講一些最深層次的陰謀論、陰謀事 暗地裡的東西 疾病、死亡、先毀滅後重生 類似的意思 有這樣的意象 而太陽 太陽是代表權力 亦代表大的人物、領導、國家領導 類似這些 亦加上金星和水星 其實水星代表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情感、溝通 亦可以過一些運輸網絡、信息流通 金星代表愛情 亦可以在世俗占星裏代表財富、潛財 即是告訴你 第一個像 其實打下來 必定容易一些大的人物會有問題 股票、股市會有問題 銀行、金融的體系、機制會有問題 因為天王星會將最深層次的問題浮現出來 而月亮當天王星一合兩個力量打下去衝攻時 爆發性會更高 所以我們會知道天王星本身是水平座的 在水平座的員工 除了接下來轉九雲 其實我們正在走九雲 2020年當土木星在十月一合 其實我們已經開始進入九雲的緩衝運 2024年正式進入九雲 但同一時間在2020年至2024年這段期間 我們在西洋占星亦進入水平座 即是天王星年代 所以這個像 他告訴你 這幾千多年才會重複一次的像 是這個世界正式有大改革的起點 每逢八雲九雲轉入 或是在西洋占星座與星座之間的轉入 其實中間必定有緩衝位 而這個緩衝位 就會將很多不好與不好的東西全部打爛 就會建立一些新的事情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認知 其實也不簡單 已經很複雜了 很複雜了 所以我簡單一點 究竟會預測到什麼會出現 例如剛才在旺來八八 廖師傅有說 可能戰爭會出現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 剛才有說是大人物的溫落 還是怎樣 有問題 是嗎 可以特別一點嗎 我們可以的 我在說他有什麼問題之前 其實我想看一看 我之前在二十九號 在我自己的網站出了一個post 其實就是這個 其實我在二十八號、二十九號 其實我在自己公司的Facebook 我就出了這個關於血液的先兆的post 其實你見紅色框框 其實我已經是在二十八號的時候發 那時候我就說 這個血液的力量不是十一月八號才應用 其實每件事情 就一定是提前有先兆 我們當是十四日和七日 十一月八號前的十四日 就是剛剛過了節氣 就是二十四號 二十四號再數下去的七日 那天就正正是三十號 所以我在二十九號前 我就出了一個post 除了說什麼痕子 又可能最誇張跌到12000點之外 當然我覺得應該沒那麼厲害 希望他也沒那麼厲害 也有說 世界會出現很多不同奇怪瘋狂突然的天災 血災不是天災 以及南北韓會有問題 記住這個post是二十九號 接著三十號出現了一個很均動的行見新聞 亦是說人們太瘋狂 因為天王星這個星體 是說一個突然突變瘋狂的意志 他提前的力量應 就應於在三十號前七日這個先兆 一直延續 很多這個世界 很多古靈精怪的事情出現 即是你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就在首二出現了 沒錯 第一個率先認 除了日本以外 其實韓國就是整個大陸版塊的最東面 他們一定是首當其衝 接著三十一號 那天就是印度 印度又是一個很誇張的事情 又倒橋 這真是瘋狂的 這也是 因為都是這塊 去玩 震 沒錯 踢那條橋 也揭起了很多年來 我們香港也很少會見 在秋天尾 秋天尾 去打風 還要打爆風 雖然這個風球的力量 沒有什麼特別大問題 但最怕這個風球 會跟淚鼻椎病毒有關 今天就說了 多了幾十宗的樣本出現 其實因為之前很多新聞都有說 淚鼻椎病毒 其實久不久都有 但為什麼會突然爆發 因為他可能有機會變異 可能是他有人傳人的跡象 還有最牽起是因為颱風 早前有觀眾打電話來 就是他爸爸 七十幾八十歲 每天都要來到這個公園 坐下 站下 這樣才會安樂 最後原來翻邱得道 即是他的爸爸 原來和那個女鬼 已經交禁了幾年 在這裡 他一到傍晚五六點 他就一定要去那個 佐治五濟公園那裡 他說他自己 經常一個人去公園 寂寞 我也寂寞 那我們就聊天 即是說 在這個公園裡 伯伯是危險些 我們等日落黃昏 看看那些伯伯 有什麼異樣之前 上去看看 很多年前都還可以 那時候很多年前 有沒有電影叫江湖 我都來採訪過 衝進去那個 意外的地方 那現在還有什麼傳聞 整天都鬼 真的 不是嗎 整天說女朋友撞鬼那個 不碰當 走上來找些東西 我就真的沒有一個 見到在這裡找到食 上次也是有那些東西 是啦 所以外面現在剛剛那個位 是何時圍的 好像發生了第二次 就開始圍了那裡 之前試過高階鬼屋附近 有一層舊樓 其實我家裡一向都有 有一隻很幫我的鬼 他叫我起床 咦 我們找到目標人物 他應該是Happy Black的朋友 來的 是 因為其實之前那時候 最初一開始有大爆發 其實就是正正我們在夏天尾 有幾個季節風球 在那時候掀起 因為颱風風球 會掀起了那些蠟兒肚 所以我們都在我自己的 預言占卜那裡 我們都說 這個颱風風球 有機會掀起一些肚子的疾病 亦都跟血有關 因為類似對鼻椎病毒 他要驗 你知道怎樣驗出來嗎 他要怎樣驗 抽血驗嗎 沒錯 他一定要血驗 所以會不會有機會 某些地方 會有這些爆發 某個城市 很多人都會認血的 跟血月的天王星會有關 這個不得而解 留給大家拭目以待 而 第二 在西曆十月 我們在中國稱為蜀月 是一個屬狗的月 即是動物屬狗 蜀月生肖的狗 其實明年就是套年 其實貌蜀兔和狗是六合 逢是六合之月 即是今年2023年 之前 在2022年今年的九月 因為狗這個月本身 跟明年太歲會六合 所以這個十月發生的什麼事 無論家庭觀眾也好 當然是特別認世界大事 這個十月出現什麼事 其實基本上就是預示 2023年的短期 即是再重複發生 類似的事情 這是輕巧版 這是一個體驗版 所以意味著明年 有很多突然之間 金融風暴 金融問題 一些大的人物 其實在朝代會有去極致 其實我有搜尋過 其實在公元前一千年 其實那時發生什麼事 原來那時 就是地球最盛行的國家 叫埃及 埃及的權力去到最極致 亦都在奴役著猶太人的時代 亦都衍生出來 那段時間亦都有一些暗戰 因為月亮加天王加血月 其實是暗地裏面有戰爭 那段時間出現了暗戰 很出名的個人老實 叫特洛伊 特洛伊的木馬暗戰 去到尾期 大概公元前1280年 就是摩西 去救猶太人走出埃及的時候 其實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出現這個天象 其實那個天象代表著 某一個地方的權力去到最極致 然後就有反世 明白 然後這個世界很多地方出現了 很多暗地裏面的爭鬥或爭執 最後出現了某些人物 我不敢說英雄或是甚麼人 總之有些人或事件 去帶領某些受奴役的人 離開或者新生活 亦都在公元一千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不算特別多意外災傷 反而是一個新的突破 例如說在我們影響中華文化 就會有印刷術 就開始出現 紫蘭針 亦都是一些印刷的技術 和紫蘭針等等的科技出現 即是皮疾太久了 對 我想這樣說 但好東西出現 之前一定要有很多的死亡 轉變 sacrifice 沒錯 沒錯 所以這個天象 另一個好的地方 亦都在預視 因為天王星在水平座 其實是AI人工智能 亦都預視了 接下來我們這個世界 即將進入AI人工年代 其實現在很多東西都是AI 我相信接下來這三個月 這所謂天象的日量 它發生的天象時期很短 其實十分鐘內就完結 大家千萬不要看 千萬不要看 千萬不要看 不要看 看完都出事 真的嗎 我們還想要看完 好像在香港看到 香港看到 天文台都說非常清晰 肉眼都可以看到 沒錯 千萬不要看 嘩 這句很重要 你可以嘗試去看 是嗎 真的 真的 看完會怎樣 我想這樣說 大家都感覺到 天象在出現前七天 已經是應期 正在應什麼 正在應韓國 為何會這麼悲慘的事出現 因為星星的星馳能量 影響每一個人 所以它會把你最核心 最霉的運氣 你當成為DNA細胞 最核心最差的 會爆發出來 所以我極度不建議看 連直播 新聞重播 我都不建議看 譬如過了幾天 過了幾天 你再觀賞 是否真的 怎麼樣 我覺得可以 但不要在那段時間 24小時內 去接觸這個能量 真的很差 有些人可能預約了 看太陽館 就是我這個人 也未必 因為都會看每個人的性命 譬如說 在《新人占星》 剛剛也看到 金牟座的人 金牟座的人 特別影響應 因為它發生在金牟座公命 因為自古在《十二生肖》對應是呼應雞 因為《十二生肖》對應是呼應雞 也有《熟雞》人 因為明年《熟雞》人很慘 《十二生肖》排最後 還有很多《熟雞》人 是現在連等見 因為十月開始見 有很多感情問題 特別是女人很容易中 男人有小三 這是《奇門》《十二生肖》的看法 明白 好 這樣說 雖然聽起來大家都覺得 好像很害怕 有沒有很簡單的方法 令到我們今天看見的朋友 有沒有一些記憶 你剛才說了 不要看 首先避過這些劫子 還有沒有一些東西可以醒醒大家 有的 反為其用 有的 不過我想多說一點 這個我大膽推測 沒有了 看完了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這麼多 這只是《恐怖在線》和《旺來伯伯》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節目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六十萬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旺來伯伯》的一個combo 還有 也可以上課在admampoon.com 加上我們《Bigback》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 到後不到費 同時都希望你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一旦有新片 你就會知道 由於《良好適合》 去新片